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传播农业科技经营知识 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你好观众朋友 很高兴和您相约在农广天地 我是曾璐 说到吃海鲜 相信很多人光是想一想都快流口水了 而说到虾仪扇贝 估计大家就更安纳不住食欲了 如今虾仪扇贝可以说是海鲜市场上 特别受欢迎的一种扇贝 所以水产养殖户们对他们也是情有独钟 不过要想养好虾仪扇贝 过好繁育这一关是关键 虾仪扇贝是一种律师性双科贝类 属软体动物门 半栽缸 易柱木 扇贝科 扇贝鼠 原产于俄罗斯千岛群岛南部水域 以及日本北海道和本州北部 是一种大型冷水性贝类 虾仪扇贝主要在我国北方的辽东半岛 山东半岛等海区进行养殖 下一扇贝 壳近圆形 成年个体贝壳较大 壳长达10厘米以上 一面壳比较突出 呈黄白色 而另一面壳比较平 也比较小 呈紫褐色 壳顶位于背侧中央 两面壳大小相等 比较突的壳面有15至20条放射类 类宽而且低矮 比较平的壳表面类较细 类尖较宽 壳顶下方就是壁壳基 下一扇贝只有一个壁壳基 所以属于单柱贝类 壁壳基比较大 位于壳的中后部 壳前部边缘生有外套膜 外套膜边缘生有外套眼 外套眼是下一扇贝的感光器官 外套膜除了外套眼外 还剩有很多外套触手 外套触手也被称为足丝 足丝能感受水温水质的变化 拨动水体辅助设施 壳张开时像垂帘一样 位于两壳间 在自然海域 下一扇贝分布在水深 6至60米的沙利海底 下一扇贝为冷水性贝类 生长室温范围在5至23摄氏度 15摄氏度左右 为最适宜生长温度 下一扇贝是高岩贝类 分布在岩度较高 无淡水注入的海区 适宜岩度范围为千分之二十四 至千分之四十 下一扇贝生长速度较慢 从可高两厘米的贝苗 长至十至十二厘米的成贝 最短时间需一年零七个月 下一扇贝最大可高 可达28厘米 寿命大约25年 下一扇贝为绿石性动物 绿石海水中的单细胞藻 大小合适的食物 随足丝的摆动送入口中 不合适的颗粒排出体外 人工繁育时 为了提高繁育效果 一般选用小心月菱形藻等 归藻类作为清贝赞养期间的耳料 并服以金藻、贬藻等待用耳料 下一扇贝为刺雄一体 二菱性成熟 在性腺未成熟或者非繁殖季节 下一扇贝的刺雄性腺基本相同 成半透明状 在繁殖季节 它们的性腺特别饱满 雌雄性腺颜色完全不同 我们可以通过性腺来分辨金贝的雌雄 雌贝卵巢颜色为橙红色 雄贝金巢颜色为黄白色 科学养殖要从全面了解养殖对象开始 刚才我们已经对蝦夷扇贝的各个方面的特征特性 做了详细介绍 下面我们就要遵循它的这些特征特性 来制定具体的繁育管理措施了 首先就是帮它们打造一个适宜的繁育场所 养殖场是开展人工养殖蝦夷扇贝的重要场所 选择人为污染较少 自然环境较为良好 靠近自然海区的位置 以便于随时引进海水 保证水源充足 有了优越的地理环境 我们来看看 下一扇被繁育所需要的设施 下一扇被繁育要配备培育车间 培育车间应做好遮光措施 避免阳光的照射 保持车间内安静 同时要具有保温功能 培育车间内有放养钦背的龙框和培育池 龙框长2.5米 宽0.8米 高0.3米 大小要以能够横着放在培育池内为标准 龙框的框底孔小于钦背 便于钦背平躺 培育池的建造材料 可根据各地材料来源的难以程度而定 以池底不渗漏 以于清洗为宜 目前使用最多的是长方形水泥池 下衣扇背的室内养殖池 一般持长7.5米 持宽3.2米 持深1.5米 水深控制在1米以上 要保证进出水方便 进水口由阀门控制水流 同时还要用260目的网带罩住 起到过滤水中泥沙的作用 网带要定期更换 孵化期间需每天更换 整个养殖池从进水口到出水口方向 要有4度左右的坡降 出水口在池底 用直径与出水口相同的塑料管 垂直插入出水口中 这样可根据塑料管的长度控制水位的高度 排水时 培育池内的水会顺着池内的坡降 最大程度地把池中的残耳和杂质 通过底部出水口排出 耳料室是耳料培养的主要场所 在下移扇贝的繁育过程中 需要投喂大量的单细胞藻 耳料培养室的面积要根据需要而确定 光和温度是单细胞藻繁殖生长的主要条件 所以耳料室必须具有充足的采光面积 同时为了加快单胞藻的繁育速度 需要用暖气将室温提高到23摄氏度以上 当单胞藻耳料达到每毫升水体300万个以上时 就可以将含有单胞藻的水体直接投喂给养殖对象了 投喂方法是将含有单胞藻的水体用泵送送到培育车间 根据水泵的传输量和养殖对象所需的投喂量 计算出投撒的时间 工作人员通过设定的时间 使下一扇被培育池内的单胞藻数量达到养殖要求 海水锅炉在下一扇被的养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因为无论是亲背右背还是单胞藻耳料 他们对海水温度都有严格的要求 这就需要充分利用海水锅炉来调节控制培育海水的温度 海水锅炉除了为海水升温提供热能外 还为育苗间和耳料间提供采暖条件 因为育苗季节正值初春 气温很低 用锅炉采暖是必不可少的 在自然环境中 下一扇被会遇到种种因素 影响它的繁育率 而人工繁育条件下 我们能把各个细节尽量做到科学合理 利于提高它的繁育率 了解了下一扇被的繁育设施之后 接下来我们就到辽宁省大连庄河地区 看看那里是如何人工繁育下一扇被的 亲被要在水质清澈 水流量大 耳料生物丰富 无其他海产品养殖的自然海区挑选 亲被入池时间不宜太早 最好在12月底至1月初 待自然海区水温降至4摄氏度左右时 再将亲被入池进行升温促熟培育 选择标准是个体壳长10厘米以上 2至30的成倍 从外观上看 理想的亲被要完整无损伤 被壳表面附着生物少 绳枝线饱满光亮 被注粗大 外套磨伸展好 有弹性 塞完整 亲被运输时 一般选择用保温箱干运 运输中要避免冻伤 风干以及机械损伤 亲被入池前 要及时清除 被壳表面的浮泥杂质 以及被壳表面的石灰虫 牡蛎壳等附生物 然后根据亲被性线的颜色 分辨出磁雄 分别摆放到不同的龙框中 一般 磁雄比例为5比1 将装有磁雄亲被的龙框 悬浮在40厘米左右的 表层水中蓄养 培育池表层水中 而料充足 便于亲被设施 亲被的代谢物 可透过龙框底孔 沉到池底 这样清洁起来 既方便又快捷 悬浮龙框的优点 还表现在便于导池和搬运 每个培育池可放6至8个龙框 亲被续养密度 在刚入池时可以大一些 一般为每立方水体20至40个 随着水温的升高 逐渐降至每立方水体10到20个 亲被续养时需人为提升培育水温 具体的升温方法 以亲被的发育程度和生产需要而定 大致的升温方式为 亲被入池后 以亲被捕捞海区水温为基础 先利用温度更低的近海或表层海水 将培育海水降温2摄氏度左右 稳定续养2到3天 之后每天升温0.2至0.4摄氏度 升到5至6摄氏度时 稳定5到6天 然后逐渐将水温升到8摄氏度左右 稳定代产 这个时期耳料是亲被发育的基础 耳料的种类和数量 对亲被的性限发育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目前多以小心月菱形枣等 硅枣类单包枣为主 复以金枣 扁枣等耳料 根据水温 溶氧量 亲被的摄氏和发育情况 确定投耳量 一般每次投单包枣 为每毫升水体20万个 每隔4小时投喂一次 当水温升至80摄氏度左右时 每隔2小时投喂一次 良好的水质条件 是保证亲被性限健康发育的重要因素 由于虾仪扇贝对食物的种类 没有选择能力 海水过滤可以达到有效去除 有毒藻类的目的 因此将海水抽上来以后 要经过严格的过滤 当水体入池时 还要用过滤带套住进水口 滤带套要经常更换清洗 当赞氧促熟期间 还要根据赞氧池水质情况 及时更换新水 保证水质清新 安淡含量控制在每升水体 0.2毫克以内 在光照方面 整个亲被培育期 培育室内光的强度 要不超过500Lgz 在暗光条件下 单包凿尔料在尺中分布比较均匀 有利于氢被摄氏 氢被培育池内的溶解氧要求在每升4毫克以上 所以冲氧管在这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冲气有利于增加水中的溶解氧 同时可以使饵料在水体中分布均匀 这样可以提高氢被的摄氏量 冲气量以水面泛起微波为宜 这个时期的日常管理是每天寻食检查 监测水质 观察氢被兴献的成熟度 以把握适合的产卵时机 在人工饲养管理下 氢被的生长发育顺利的进行着 很快就迎来了他们的产卵期 据技术人员介绍 这一时期是最需要饲养人员发挥作用的时候 因为采卵孵化等等工作都要求很高的技术含量 提醒大家一定要掌握好这方面的知识 当氢被赞养30天左右 水温达到80时度时 要将雌雄氢被分池赞养 这样做的目的是利于人工采卵 采金工作的进行 分池赞养后 如在换水时发现个别氢被少量排卵 排精 这表明氢被性线基本成熟 但这时也不要急于催产 以免性线尚未达到成熟的氢被流产 这时可将水温降低0.5至1摄氏度 在稳定三到四天后 逐渐升温待产 使性线未成熟的氢被同步的发育成熟 在这期间要停止充气 以免刺激亲被而诱导产卵 在亲被续养过程中 为了做到有计划的集中获得受精卵 可通过婴干 升温 刺激 采卵 采精 具体做法是 挑选性线丰满的雄性个体 放在准备好的盆中 婴干一小时左右 然后放进水温在13摄氏度的塑料桶中 诱导排精 排精后加水稀释 同时将瓷被也婴干一小时 然后放在水温13摄氏度左右的培育池中 诱导排卵 并随时进行取氧观察 当卵量达到每毫升肥体100至200个时 将瓷被转移到另一个培育池中 让其继续产卵 将吸食好的精液 泼洒到产完卵的培育池中 如此连续产卵三个培育池之后 即可将氢被移到水温为8摄氏度的培育池中 让其性线继续发育 通过显微镜进行观察 来合理控制精子数量 显微镜下 卵子周围有三至五个精子即可 氢被在完成繁殖后代的任务后 一般作为商品被卖出 瘦精卵密度在每毫升水体60个以上时 就要进行分池 分池使用的工具是塑料软管 采用红细的方法 直接将一部分含有瘦精卵的水体 导入到另一个空池子里 再补充13摄氏度的新鲜海水就可以了 经过三个小时的发育 瘦精卵就会长出边毛 在水中自转 为了防止瘦精卵沉底堆积影响孵化效果 在孵化过程中 每隔半小时用木耙将水体搅动一次 并且要连续冲气 使瘦精卵悬浮于水中 提高孵化率 在水温13摄氏度左右条件下 瘦精卵会慢慢变态 边毛向前端集中 变态为足丝 触手 之后慢慢停止自转 借助触手开始游动 经70小时左右 可以发育成完整的地形幼虫 进入幼体器的培养 幼体器的地形幼虫培育密度 控制在每毫升水体8到12个 根据培育池内地形幼虫的数量 确定是分池还是合并 导致用到的是软管和300目筛卷制成的拖网 通过鸿吸的方法将池水和地形幼虫 吸到拖网中 然后将拖网中的地形幼虫 导入到新池就可以了 地形幼虫培育最适宜的水温是15摄氏度 分池后 每天以0.5摄氏度的升温速度 将水温升至15摄氏度 这时的地形幼虫已经可以开口摄氏了 要投喂单包枣耳料 等边金枣是最好的开口耳料 一般日投喂量为每毫升水体2万个单包枣 分两次投喂 随着地形幼虫的生长 耳料的投喂量逐步增加 五天后达到日投喂量为每毫升水体8万个单包枣 每天分6至8次投喂 地形幼虫对光照比较敏感 一般将光照控制在500勒格斯以下 培育池内的溶解氧含量不能低于每升水体4毫克 冲气可确保培育水体有足够的溶解氧 同时使幼虫和耳料分布均匀 注意随时调节冲气量 少量冲气或间隔冲气都可以 冲气量以稍微鼓起气泡为宜 每天换水两次 每次换水为全池的三分之一 将换水网箱放置在培育池内 用红吸的方法排出网箱内的海水 然后加入新鲜海水 氨氮含量不能高于每升水体0.2毫克 每天取样 检查幼虫的密度与生长情况 在这个时期 地形幼虫的内部器官开始快速发育 体型由地形慢慢向圆形转变 接触出手运动和设施 在15摄氏度恒温培育的情况下 一般地形幼虫每天生长7-8微米 17-18天后 幼虫平均科长240微米左右时 开始附着 当幼体即将结束浮游生活 附着变态时 在其口沟后方 平衡器下方 会生长出三元基 也就是岩点 出生岩点小而不规则 第二三天变成圆形且比较明显 此后游泳能力减弱 长出足 足伸出体外附着爬行 此时的地形幼虫完全变态为制备 经过20天左右的培养 全部幼体就能够结束浮游生活而变态附着 说到制备培育 有一项工作至关重要 这就是投放附着机 技术人员说 岩点的出现是投放附着机时机的标志 由于幼体生长发育速度有所差异 出现岩点的时间也有早有晚 因此在投放附着机的时间 应该在岩点幼体比例达到20%以上时开始 投得过早 因苗帘上沉降浮泥污污影响复苗 同时也不便管理 如果投得太晚又会错过附着机会 附着机是由聚一锡网片制成 长一米直径0.4米 附着机由十个带孔的圆形隔板隔开 隔板可使网衣充分展开 并使网衣分层 每层隔板上再放入细棕绳网帘 整个附着机包括网衣 隔板 网帘 都是制备的附着物 按每立方米水体投放一个附着机进行全池投放 投放附着机应注意分布均匀 不露出水的表面 地形幼虫全部变态附着后 要改变生活方式 以适应海区生活 此时也正是其生命力弱 死亡率高的时期 必须认真管理 首先增加投尔量 促进制备快速生长 日投尔量为每毫升水体十万个单包枣 分六至八次投尾 要盐枣 扁枣 小秋枣 和等边金枣 混合投尾 接下来要加大换水量 每天换水三次 每次换水二分之一尺 水温要每天降低 一至二摄氏度 在光照方面 要打开所有窗帘 增加光照强度 使培育池内的光照条件 逐渐与自然海区接近 制备在培育池内 大约经过十至十五天的培育 健康又活力的制备 会全部附着在附着机上 附着后的制备 不宜在室内长期培养 一般在附着后 壳长达到六百微米 便可下海培育 下海培育的过程 成为制备的中间培育 下海前要准备好六十目的苗带 苗带要略大于附着机 操作时将附着机 连同制备放入到苗带中 把附着机拉斩 吊扎在苗带口 每带装入一个附着机 制备培育的海区 要进行规划 建设服架 首先要划分海区 并确定位置 流出航道 确定服架航距 从海区养殖容量考虑 服架行间距要大约15米 长50米 挂培育苗带100个 每亩养殖区占据四行服架 服架航向与海水流向垂直 苗种悬挂作业时 使养殖苗带的最上层 在水面下50厘米 如于大风浪来临之前 利用浮飘和坠石 将整个罚架下沉 以减少损失 到了夏季 表层海水温度较高 可将吊绳加长到1.5米 使被苗安全度下 进入10月份 水温下降到15摄氏度左右 虾衣扇贝又进入 本年度的第二个最实生长期 此时 质备平均磕长2厘米以上 成活率较高 虾衣扇贝就可以进入到 商品贝的饲养阶段了 了解了虾衣扇贝的繁育技术 您对养殖虾衣扇贝 是否更有信心了呢 如果您有适宜的养殖条件 又对虾衣扇贝的养殖 特别感兴趣 赶紧做足准备 开始饲养吧 相信它会给您带来 不错的养殖效益 好了 本期楼梆天地就是以上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关注 如果您想查询栏目的 更多内容或信息 可以登陆中国网络电视台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